我忘了輸任何值 你其實有個比較懶的方法 懶人法就是把這一段 這一範圍有沒有 如果這一範圍程式出現 error的話 它會有個幫你catch到 然後呢並且幫你丟出一些exception 那如果你不想做任何動作 反正你就是error就是 不要讓它catch掉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選取範圍 按右鍵 就是在這個程式實作 我們這個大瓜屋實作裡面按右鍵 它就有個叫tricatch包覆 有沒有 然後tricatch包覆 它自動會幫我們偵測 有一個叫lumber format exception 如果有一個lumber format exception 彈出的話 然後呢它就直接怎麼樣 幫我們printer step track 就是幫我們 那但是 會print到這個console上去 但是在app裡面並不會顯示任何的訊息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要save之後 同樣的方式 我把它run起來 其實你這邊執行為android application 執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原來如果不輸入的話 會產生錯誤 一定要有輸入 一個 一個數字嘛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設我這邊輸入5 按確定ok 然後把它清掉對不對 可是我不小心沒輸入 按確定會怎麼樣 剛剛是會crash掉對不對 現在按確定 你會發現 很強壯了 不會crash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 這邊有什麼 tricatch 有exception 它就不會像剛剛 會怎麼樣 會彈出一個錯誤 那如果彈出一個錯誤 User會覺得 這個app 寫得太爛了 當然會覺得說有壞印象 本來要想要給你五顆心的 最後可能只給你一顆心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 所以 如果你實在不想要寫太多 你就是 把它tricatch包覆一下 這是最懶的方式 至少保證它不會crash掉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說你想要多了解一些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的那個第十章裡面 怎麼做一個tricatch 那這裡面的話 首先我們這個第十章裡面 第一個是要講到有關例外處理 那例外處理的架構 還有sorable類別 還有例外處理的程序敘述 然後同時處理多種的例外 這邊的話幾個 那首先的話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 簡單的說明 那 Jama的例外 就是exception 是指例外 物件 及 例外的事件 那在程式實行的時候 發生不正常狀態 就是類似像剛剛有 有跳出 因為我們沒有輸出東西 所以它無法轉型 而產生了錯誤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由例外處理 handling exception 是用來處理什麼 程式產生的例外事件 那例外處理的目的是為了 讓什麼程式更加 更加強壯 也就是不會當 不會crash掉 就算程式遇到不尋常的狀況 也不會造成 這個crash crash的狀態 而造成系統當期 的這種問題 不過還好因為 那個 Java的話 如果在 視窗環境是 JVM ROM 所以再怎麼crash 也不會影響到 作業系統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在 Android 裡面的話 它是有一個devic的那個 這個這個模擬機 那個那個虛擬機 基本上也不會 因為它 不是屬於比較低階的程式 所以要讓你Android手機 當掉的機會也很小 頂多怎麼樣那個app 要不就是怎麼樣 卡住而已 要不然就怎麼樣 就自己就彈掉了 對不對 基本上你 你們在使用app的時候 會讓你的 這個手機當掉的機會 其實還蠻低的 那另外處理的話 就是在那個JVM裡面有一個 所謂你丟我點 減的架構 你丟就是丟出一個exception 我減就catch down 的一個架構 然後